大家好,歡迎回到廣東話軍事頻道NHK的節目 《軍武器言》,我們節目主持人Larry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中國發展核彈道導彈發射井的情況 這也挺奇怪,因為反其道而行 現在很多世界各國主要發展空機的力量 或者海機的核報復的力量 真的要大力發展陸上核彈的力量 還要不停發展發射井的情況 真是屬於比較少見 不過今天我們也會說一下 現在中國關於發射井的情況 這個新聞主要是來自FAS 美國科學家聯盟 裡面有很多研究核武專家 其中一個叫Hans Christensen 它並不是這樣說白話 它是有些衛星圖像給大家看的 首先我們要說一下中國的發展 發射井的分佈和數量 如果大家看這圖 其實主要集中在中國的東部 它也不能說在沿海地區 因為沿海地區會比較容易受到敵國打擊 所以你看到也會有少少戰略中心 會放入少少的情況 你看到包括華南、華北、集中 甚至乎在大西北、雲南地區都會有 甚至乎在北韓的境界 大連那邊都會有 所以這次發射井的位置 就會在紅色圈圈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屬於內蒙古的地方 而這次發射井的地方 而這次發射井的地區 而這次發射井的地區 是屬於內蒙古的地區 叫做吉蘭泰 本身有很多不同的火箭軍訓練區 而這個訓練區 真的不能看少 因為這個訓練區 事實上是非常廉闊的 大家看看照片 其實這個地區 事實上是由北延伸到中間 到南部 裡面都有很多不同的飛彈陣地 似乎他們不停加建 如果你是由北面開始看 有些新的訓練區 就落成的 大致上的樣子也給大家看看 就是他們的位置 通常會彎彎的 這是隧道 裡面可以安裝發射車 或者是掩體的情況 這裡都可以安裝很多發射車 門口很闊 門口有約6米闊 基本上什麼導彈車都入不到 有些位置會闊少少 那些位置可能是給人員 在那裡做一些發射前的準備 或者可能是宿舍 簡單的宿舍 或者簡單的設備等等 都會有這樣的機會 另外有些照片給大家看 就是之前和之後的照片 包括2019年開工時候的情況 去到2021年 有些地方有凹凸的地方,有些通气的情况 另外,有些高了的地方主要做一些climate control 因为发射飞弹和导弹,其实跟天气风向都有关系 所以,也会有这个地方设施 我们再看看,事实是训练区是很大的 本身这个地区,即我们说的吉兰泰 都是训练火箭军,一些导弹人员,或者微调的程序 或者做他们的导弹发射车,或者导弹发射的情况 这次的卫星图像,大家看到大概有16个发射井 似乎在建设,发展的速度也很快 当中也会有些隧道加建在内面 所以你看到,它覆盖的地方真的很阔 在说是140公里的情况 而附近的沙漠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掩护 对于火箭训练来说,不容易走很多人进来 今次你发现发射单元的数目 甚至乎是超过140种 不同的导弹发射台的情况 20个营地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这样说 今次一个非常大规模 即是这个基地和支援设施 中国本身大概是18至20座 固定的发射井 现在差不多double 到16座的情况 大家可以留意 即是导弹发射的情况 主要有发射器 亦有些高架设施 做有些supporting的情况 有些发射器 发射台等等 在附近亦有些露营区 主要是做一些隐藏设施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位置上 今次的规模是十分之庞大的 今次有一个相当有趣的观察 观察就是 虽然现在建了16个发射井 但它的尺寸未必是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 他们发觉 今次的发射井似乎 比我们平常见的东风5为小 如果大家熟悉东风5 你看到东风5B 主要是四十多年前 四五十年前发展 就是一个洲际导弹 射程可以去到美国本土 它是属于液态燃料 当然在这个年代稍微落后 所以未来似乎都会被取代 所以难怪 发射井的尺寸 并不是东风5B 这种大型的飞弹 一般认为 未来会放在这些发射井 发射的都会属于东风41 当然 东风41现在能够装备的数量 亦相信不多 如果在北弱的制式里面 它都属于一种X型的飞弹 即是仍是属于测试型的飞弹 即是距离大量量产 和正式部署 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现在都是为量产 刀锋41 以及发射基地的位置 做准备的 另外 观察到大家看到点 点与点之间 其实也有一定的距离 大概2.2至4.4公里之间 为什么会这样设定 因为 其实是不会被对方 如果发射导弹 去将它攻击的时候 也不会一次过摧毁 两个发射井 所以它们会隔开一点 一蓝鸡蛋 不能放在一个蓝 其实说起这种发射井的情况 这个可以叫做 属于第三阶段的工程 最早最早的时候 是2016年 大概当时 建造4个发射井 类似俄罗斯各种形式的情况 就是建造的 这个地方 就会在河南 我们说的 酸店镇的情况 当时也有规划到 一些地下设施的情况 大家知道 中国的计划 经济 所以它也会不断计划 这个情况 很有趣的 你看到 当时的发展 它们的导弹 发射井 地下设施 和它们说的 五寨 试验发射场 五寨 就是说的 中国的发射场 其实就有 四个陆地 一个现在海上的情况 四个陆地 一个走传 大家看到 通常载人 即是杨利伟 那些 他回来的时候 都是走传 发射 卫星中心的情况 另一个 也有名的 就是太原 你发觉 另一个中国 放在 彈道 導弹 即是发射的基地 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 五寨 五寨的位置 其实就是 太原 这个 卫星发射中心 附近 俄罗斯式的建筑 我们中观 第一阶段 去发射 这些发射井 其实都是比较接近俄罗斯式的建筑 而且主要 它也是佈置 东风五 那时的尺寸 即是说 东风五在那时候 都还是活跃的 部署 即是来近是去反制 如果美国的核布服的时候 东风五依然 似乎是 主力的情况 但是去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在美国五个大楼 其实都有 我们看中国军事发展的时候 也有说到 但是当时 中国已经开始考虑 发展 东风四十一 就开始迈向成熟 于是 他们会想 将东风四十一 取代东风五B 因为东风五B 可以攻击美国本土 如果东风四十一 都能够 发展到 攻击美国本土 加上它本身先进很多 抗干扰的情况 成波体的设计 可以滑墙的攻击 以及主要 它本身的固体燃料 不需要用到液体燃料 加注这种比较危险 耗时 和容易被人发现的情况 所以 东风四十一 事实比较满足到 现在中国战略的需要 当然 这次是第三阶段 也起得最多发射井的一次 所以大家看到 值得大家关注 附近开始 掩体 这些发射井 这些发射井 一定是被锁定的目标 美国卫星 红外探测 基本上 只要发射井 会面临着很大的被毁灭的风险 所以这些发射井 或者现在升起 都会有一些帐篷 遮住的情况 没有那么容易被对方发现 但始终发射井 不能移动 固定在这个情况 所以都会比较容易 始终会在卫星的监测底下 所以它的生存率 就会比移动的车辆小 当然 带着一个问题 就是 为什么现在中国 都已经发展了 这么多 就是这个 导弹发射器 大家看到 就算以前 东风5B 都不是这么说 这么多 发展这种 发射井 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 现在就反过去走 现在 明明已经有了 这么多这些发射车 对不对 例如东风41 都有自己的发射车 为什么还要发展 这些看似 貌似 非常落后的发射井 这个我们 就会在下集 和大家交代一下 这个上集 先和大家 跟进今次 这个发射井 现在建设的情况 好 大家记得 可以订阅 订阅 按下小铁 另外 可以订阅PATREON 我们月头 一杯咖啡价钱 30多元 没有支持本地军务消息的发展 另外 可以多订阅 like和share 现在的环境 应该是比较舒适的情况 另外 可以看广告 短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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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帮忙手提 我们货金 有三个渠道 有银行 Payme用转数快 多多益事少少无缺 我们主持Larry 下集继续论述 发展发射井的原因 拜拜